北加州沙斯塔县的小路伤火在上周日因为风势变小,温度降低,有效减缓了火势的蔓延 加州消防局表示,伤火已经远离雷丁市北部的人口密集区 截至上周日晚间,小路伤火已经延烧8,559英亩,火势有45%受控 烧毁了22座建筑物,另有144座建筑物受损 原本一度有9000座建筑物受到火势威胁,目前已经下降至2340座建筑 对于接下来的灭火行动,消防人员表示,将利用有力的天气条件扩大控制线 上周六,加州消防局长官古维亚曾表示,当局将在本周完全控制火势 根据官方初步估计,有上百栋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被伤火波及 确切数字必须等待损失评估小组,主接勘查 新唐人加州记者站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